開箱的就是跑鞋裡面的支撐型鞋款 分別有明知弄的Wave Rider 27 Edra Lite GTS 23代 Gio Kayano 30代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翔的Drey 我們這一集要來開箱的就是跑鞋裡面的支撐型鞋款 所以我眼前的三雙呢 分別有明知弄的Wave Rider 27 還有Burst Agri-Lite GTS 23代 最後也就是亞瑟式的Gio Kayano 30代 那這三雙跑鞋呢 分別都是比較支撐型的鞋款 我們待會就來好好跟大家一一介紹一下 他們的特點還有實際穿著起來 我認為三雙鞋的差別吧 接下來即將實測第一雙的就是明知弄Wave Rider 27代 我們就來實際跑跑看 它的支撐能力 潰縮性 還有腳感如何 OK 出發 首先再拆一下 我們先進行可能一步的 了解 我要帶到さぁ 就會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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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這個 兩組� outras 那這雙WebFly的27呢 之前大家應該有看過我們這支影片吧 如果還沒看過我給我點這邊去看一下 我們在波浪片上挑戰衝過這個25公尺的用詞 而且這支影片很像一定要去看 還沒看過呢仔細看 那我們還是跟大家簡單複習一下 它除了有一體式的鞋舌之外 它也搭載了全新的波浪片 中底的材質全部都是雙層的Energy 在大底的部分有彎曲的溝槽設計 然後也是用X10大底 非常的耐磨 那這些是比較科技取向的 但是以腳感來講 這雙鞋的定位呢 它是在全馬4.5個小時左右的跑者的建議鞋款 所以如果你全馬大概在4.5個小時 平均的輕鬆跑 應該也是落在6分半7分數左右這樣的跑者 我個人會覺得這雙鞋的腳感上 會是比較容易上腳的 我自己穿這雙鞋平常會覺得它是一雙 如果我在慢跑然後輕鬆跑走路交課 就是一些比較日常的這種使用場合的話 我覺得它是一雙非常容易生潤的跑鞋 那如果你在真的偶爾要做一些加速的狀態 它也很容易就可以把速度帶起來 只不過它的續航 在速度上的續航效果就沒有這麼好 畢竟它的定位還是給全馬大概4.5個小時的跑者 所以我覺得它的定位來說 就是比較適合6分半7分數左右 像這樣的跑者是很好駕馭的一雙跑型 那我們來講一下它的支撐性的感受 在這雙鞋的腳感上面呢 實際跑起來的感覺會覺得它的中底材質是比較Q軟的 那如果以1到10分1是最軟10分是最硬的話 我覺得它的腳感上大概會在4分3.5到4分這樣的Q軟感受 腳感上是很柔軟舒適的 但這也是雙面刃畢竟很柔軟 就不一定可以帶給你很好的回彈啊支撐這樣的效果 所以我個人會覺得支撐性1到10分的話 它可能大概落在5.5到6分左右 畢竟它的定位雖然有這個波浪片的這個引導設計 但它不完全是全然的支撐型的鞋款 所以我個人會認為它的緩震效果穩定性 是腳感非常柔軟Q彈舒適的 我覺得它的支撐感受大概就是落在5.5到6分左右 所以這雙鞋實際在正面落腳的時候我覺得都還OK 但是在跑一些轉彎的時候 會比較明顯感覺到它的支撐性沒有來得這麼有感覺的 一直挺住你的感覺 你會在側邊轉彎的時候會覺得側向剛性稍微有一點點的小小的流失 但是在正面落腳往前推進的時候 我覺得它是一雙很好駕馭很柔軟 而且很容易上腳要加速也很OK 長距也很OK的一雙 我自己認為蠻全能的 但如果說真的是希望它支撐效果比較顯著的話 或許它不是這麼第一首選 但我覺得以它的價位來說 3990的跑鞋 然後有這些功能 我個人覺得它是一雙CP值很高的一個選擇 下一雙是這個BROX的腎上腺素GTS第23代 準備出發 第二雙我們來講一下BROX的Adrian Lite GTS 23代 這雙鞋款在原廠定位也是比較支撐型的鞋款 以它的鞋型設計 它完全在一些中底或是竹根的地方都有明顯的加厚加寬的設計 所以這雙鞋的定位我自己跑起來的腳感 直接講它的心得 就是第一個它的鞋面是針織部分非常透氣 然後第二個在落腳的時候 腳感上很明顯跟剛剛的WAVE RIDE 27是不太一樣的 如果以它的Q軟程度來說 它的這個DNA LOVE V2的中底 跑起來的腳感1到10分 它大概是落在我認為是大概6到7分的這種比較偏硬的腳感 就是扎實但是沒有這麼Q軟 但這個扎實的腳感是很直覺明確的 所以落腳的感受你會覺得BOOM 踩下去多少就是回饋多少 那也可以很明顯 因為是這個潰縮程度比較少的中底的這種感覺 所以它的左右塌線的程度就不會那麼明顯 你會覺得它的支撐效果是明顯比剛剛的WAVE RIDE 27來講是更有感覺的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有好有壞 因為畢竟支撐越明顯然後緩震越直覺 它就代表著舒適性是一定會被犧牲的 所以它可能跑起來的腳感上沒有這麼Q軟 我一直覺得它的腳感是比較明確的 在這個兩側的GUIDE RAILS科技 可以很好的包住你的竹跟兩側 所以你在轉彎的時候你不會覺得好像踩到完全到底了 然後沒東西就有點軟掉的感覺 你反而會覺得它的兩側這邊GUIDE RAILS 有沒有看到這個藍色的波浪 它就是把它包住的感覺 所以你會覺得側向的時候還可以得到很好的支撐效果 在轉彎的感覺上會明顯感覺 哇 真的是一雙支撐型的跑鞋 但我覺得體感上在跑長時間下來 它的腳感比較直覺明確的情況下 或許會讓一些可能體重比較重的跑者會覺得 好像沒有這麼Q軟 跑起來舒適度上會稍微有一點點折扣 但畢竟它給你的就是很支撐很穩定的這種感覺 那我覺得它帶來的這種支撐感受呢 我應該也可以給它到6.5分 就是我覺得它的支撐是非常有感的 但不會真的硬派到 你會覺得一整片東西給你擋住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說 這雙鞋 如果你是想要找一雙支撐型的鞋款 然後比較想要找的是比較直覺一點 不會太偏軟的跑鞋的話 我覺得這雙Brooks Adrien Lite GTX 23 就是非常適合你的選擇 請坐下 第三雙是亞瑟式的Gio Kayano 30代 那這雙也是今年的第30年 這雙一雙鞋可以說到30代真的是非常經典 但題外話 我最近也一直在追它的以前的款式 就是我買了Gio Kayano 14 非常經典的潮流款 就是Y2K時代 如果大家有興趣我們有機會再開箱 好啦回來這隻Gio Kayano 30 這一代比較特色的地方 外觀上跟上一代是完全的大改款 可以看出來就是以前的這個Pure Gio 亞瑟的腳是外置的 但現在是完全塞到裡面 跟Nimbus 25一樣 所以外觀看起來好像跟Nimbus 25有一點點像 但是它的科技是不太一樣的 中底還是搭載了這個FF Blast Plus的中底材質 所以腳感上是很Q軟的 那它的這個Pure Gio就是六角形的這個亞瑟膠 是放在竹根的位置 所以落腳的時候你可以感覺上它是非常Q軟穩定 那它在足弓內側的地方 這次是加入了這個4D Guidance的這個系統 那它其實就是針對四個面向 寬度、長度、深度還有時間 在四個面向去做穩定的提升 它在中軸的地方也加寬 那在穩定性上落腳之後 你會覺得不會有太多的左右傾倒的這種情況出現 那實際跑起來的腳感我覺得它是今天的三雙鞋裡面 跟Rider 27比較接近的就是腳感是比較Q軟的類型 我覺得它的Q軟程度來講也是大概3.5到4分的這個Q軟程度 那如果以支撐效果來講 因為它的這個內側支撐 我剛剛實際啊特別穿著兩雙不同的跑鞋 在跑一些直線加速或彎到轉彎的時候 可以很明顯感覺到它的側向剛性我覺得其實蠻好的 在跑轉彎的時候你不會覺得它的支撐性不見 所以我覺得它的支撐度我可以給它到7分 整體跑起來我覺得它是一雙 比較真正感覺上非常支撐的一款跑鞋 就是它跑起來腳感是非常Q軟 然後很有彈性很舒適的 但是又可以帶給你一定的這種支撐感受 所以我覺得它的定位來講 會相對前面兩雙可能要嘛很支撐 要嘛很舒適 它或許是一雙比較全面的跑鞋 當然它也是今天的三雙跑鞋裡面 價錢定價來說是比較高的 因為第一雙的Wave Rider 27是3990 那第二雙就是Brooks的Adrian Lite 23代是4990 那這雙是5180 所以其實三雙的價錢上 這雙還是比較貴一點 但我覺得實際的腳感上 它確實是略勝其他兩雙一籌 但如果選擇上 我可能會在不同的場景下 選擇不一樣的跑鞋來作用 我自己如果今天是想要隨時去教課 偶爾突然要去慢跑 或是真的做一些各種輕度的運動 我覺得Wave Rider 27是比較合適的 因為它的主體啊 就是它的中底感受是比較舒適 而且不會太厚重 會感覺比較操控性比較好 那第二雙這個Brooks Adrian Lite GTS 23代呢 我覺得它的定位來講 因為它的腳感比較直覺紮實 所以它或許就比較適合拿來做一些 可能比較快速的這種加速跑 因為它的直覺反饋很明確 所以它的腳感非常紮實 不會有太多的潰縮感 那支撐效果也有一定的效果 那我覺得它的定位來說 我可能就會去做一些 比較需要腳感紮實這樣的運動的時候來作用 那最後一雙這個KALANO 30代呢 我可能就會選擇它在一些 真的是比較長距離的long run 或者是說它在一些比較需要支撐的 比較齊趣的路面的話 可能去跑一些比較天然的 不是柏路這樣的路面 那或許這樣的跑鞋對於腳踝穩定度支撐性來講 都是比較好的選擇 但相對來講 因為它的底是比較厚的關係 所以它的操控性就有一點點犧牲 所以三雙的跑鞋 我可能會在不一樣的情況下 來選擇它們來使用 那我覺得它沒有哪一雙絕對好 大概就是依照自己的需求 選擇適合你的跑鞋 那我覺得比較軟的話 可以考慮就是Web Rider而起 或是KALANO 30 那你比較喜歡直覺一點的話 可以考慮的就是Brooks這雙Adrian Lite GTS 23代 OK 最後我們剛才看到了這三雙鞋的這種 正後方的畫面 其實可以看到三雙跑鞋啊 它在內側的支撐 都可以讓你的腳踝內側 不會有過度塌陷的問題 當然這個可能跟每個人 本身的肌力也有點相關 但至少我今天看了我們這三雙鞋的比較 都可以看得出來 你只要足跟 就是內側稍微有點快塌陷的時候 它就可以給你頂住支撐的感覺 所以三雙其實都蠻穩定 那剛好同時間我們最近有在拍攝一隻 假鞋開箱的影片我們就去對比了一下 就是這個 仿製的這個假鞋 它的支撐性就很差 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往下踩穩之後 就內線的很嚴重 所以可以看到這三雙鞋 其實在內側的支撐都表現得還不錯 當然就跟前面講的一樣 你可以依照你喜歡的調性 然後鞋子的定價 還有它的推進感受 來選擇最適合你的跑鞋 好啦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支撐型跑鞋的開箱 如果大家對於支撐型跑鞋 還有其他哪些很推薦的鞋款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你的家人的哲人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在下方留言 feared我們要有 generous的 就是有你的粉絲 讚、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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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鈕的話 我们睡醒一下